國光給了蠻多錢的來 特別只有棲地這塊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個人是專長是做海豚而已 在去年開過三次研討會 其中第二次我們是請了 這個世界有名的海豚訓練師 還有這個海洋世界 這個花蓮的他們有來參加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可以試試看 來訓練動物 訓練動物穿越 穿越一個不是算寬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萬一不行的話呢 會在它需要比較關鍵的位置 放置一個食物的誘導器 就是有這個Fish Attractive Device 集餘器在那個地方 那邊有很多的魚 那海豚也許看到有魚吃就會進過去 當然我特別強調 這兩個對策呢 世界上還沒有人在做過 所以說實驗性質很高 必須要進行一個先行的實驗 那麼至於說這個施工跟營運期間 這個海豚在工業港區附近出貨的狀況 我們可以用錄鷹的方式來進行長期的監測 一方面它算蠻敏感 二方面它比較能夠不需要花這麼多人力 要跟船廢在上面 就我們也會掉到這麼多年最深的是32公尺水深 那目前工業港的航道 航道是27公尺水深 航道的最寬的地方不到1公里 我記得是800公尺 所謂提頭的意思 提頭就是那個航道提著頭旁邊那個地方 是17米水深 OK 所以說17米水深就我的判斷呢 未來如果那個地方只有17米 海豚應該是還是在它平常游泳的範圍內 但提頭那個地方是我很關心的27米 雖然也在我們過去所有研究的資料範圍內 可是我是很關心 所以當時我特別辦了一個workshop 請了這個在美國非常有名的一個consultant company Gail Paula他來 然後也請了香港海洋公園 然後呢 香港海洋公園沒有請他手勢後 又去問他的一個特別的Paul一個訓練師 然後台灣請的是花蓮的海洋公園訓練師 我本來特別到新加坡的水珠館 是全世界唯有揚擺海洋的地方 也問過他們有關這個訓練師 他們都覺得訓練師沒有問題 其實關鍵是在 你有多少機會跟海洋在一起去 有多少次 因為訓練一個洞跟訓練一個人一樣 我教你數學不會 明天再來 明天再來訓練很多次對不對 那重點在野外的碰見的機率很低 可是當你的trial and error的數量 增加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海洋是可以學得會的 OK 當然我在結論上也特別講 這個是實驗性質 全世界沒有人做過 所以我們沒辦法保證結果 那當然如果說假如國家 願意再給一些時間做研究到證明的話 這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個議題 最後保育措施也是我在來之前被逼的 要我寫 那我就就我的聚觀上 我想我能夠寫些什麼 想到什麼就拋磚領域 我想這個地方的確是比較偏 全國性的考量 那有些東西也只是剛剛開始寫的 大家給很多的意見 未來我們都會修訂 那我相信好像國光也有一些想法 他們也有誠意好像要做一些保證 是不是剛剛有一個 好 海豚會跟著船 未來是可能做到 其實當初我們在開Warshow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未來也許有一個特別的船 用特別的聲音 然後慢慢的就 那個船一出現就會倒魚給海豚吃 慢慢就變成是海豚之友 當時總經理也在場 還全然答應說 沒問題 我需要買個這個船 要這個 他說沒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用這種概念 在野外呢 建立一個海豚之友的船 然後慢慢帶海豚 等到海豚習慣之後 看看能不能帶他這樣過去 這是我們一個想法啦 但是會不會曾 不知道 不過當場很多訓練師在 都認為說是有可能的